在乳癌治療方面 除了荷爾蒙治療和傳統化療之外 近年來我們都有新的藥物出現 治療的效果都相當不錯 這藥叫Hurceptin Hurceptin是用生物技術合成的藥物 它本身是一個抗體 我們知道大約有三成的乳癌病人 它的癌細胞都有上皮生長素的受體 所以如果用Hurceptin的抗體 而針對這種受體的話 就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 正因為它是針對性 所以它的副作用 比起一般傳統化療藥物都比較少 Hurceptin已經經過很多臨床試驗 正在兩種情況下 對於治療乳癌是相當有效的 第一種情況 就是有些病人 如果已經有轉移或復發 而它的癌細胞證實有上皮生長素受體的話 就可以考慮加入Hurceptin 和傳統化療藥物一同治療 治療的效果 比起只用傳統化療藥物好很多 病人的壽命亦較長 第二種情況就是做了手術之後的病人 如果病人的癌細胞有上皮生長素受體的話 如果我們將Hurceptin加進術後的治療裡 經過臨床研究 已經證實有Hurceptin治療的病人 復發率是低一點 以及它的治療好機會亦較高 如果沒有病人會訓練 您看到了 您可以忍著 您可以忘記一下 您可以 observer